那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边我是有加了这个L栏 所以你们如果确定这个地方没有东西的话 那一定会出错 如果你拿我的程式 没有这个L栏的话 那会有问题 有像这样你一执行一定会发生错误 那这个怎么来的还记得吧 我是把A栏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L之后 然后再做什么呢 移除重复嘛 是不是 资料里面不是移除重复 就是留下什么留下不重复的清单 所以最后只有一班二班三班嘛 那这样还如果你要做一样的事情 也是一样你就一个清单 然后再把程式稍微微调一下 其实就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比如说你想要针对某个资料去做分类 你的类别的话就按照班级的话 那其实就同样的方法 所以要这样的话 把这个执行完就两个程式嘛 一个是这个批式新增工作表 那我是加了刚刚有这三行程式 有没有 一 这点 云端上也有啦 所以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 云端白板上面的326 那我是已经把他贴到云端这边的第几页 第6页的地方 而且甚至有把他特别用那个底色帮他调 帮你们再加上 只是说可能 最后我是想说在上面加注解啦 注解其实也可以啦 前面单影 哪一行这个叙述里面 可是我怕说加了之后又会 多很多的东西出来 那也许老不然的话你们都自己在 这个上面自己在用 你们习惯的那个叙述方式 自己再加一些注解 加上去啦 OK 好那就是这三行 123把它加在原来的那个批次新增工作表的这个程式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多增加这个批次新增工作表跟批次删除工作表 那将来当然你如果做一个结尾的话 那当然我的习惯是会在这边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叫批次新增工作表 这个就把它直接独立出一个按钮 然后呢底下的话再复制这个按钮把它贴上 然后按右键再把它重新指定它是删除 一个是新增嘛 那一个就删除 这样的话就OK了 好所以最终的话呢 我就把它删掉了 123这个不见 然后再按一下 123又有了 一般二般三般 这样就很清楚了吧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这两个按钮的程式 云端上都有 那你们其实就可以拿来改造 那将来呢 我是建议 我们上过的课程 你们自己就拿自己 也许你们工作上的范例吧 来改一下 我想应该这个范例蛮多的 那我们就举另外一 比如说我们就找其他之前教过的范例来来来来做应用 也可以 比如说像之前有有交过一个就是 比如说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资讯这个范例 那如果今天呢我希望拿这个范例 这个我们是做画图的吧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按照不同的区 帮我做产生工作表 那当然第一个你需要把区先产生嘛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要区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先插入一个的嘛 插入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要区的 然后把它分 那是这个之前有做过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med med怎么样呢 去取这个地址里面的 有没有这个文字 地址里面的第几个字呢 第四个字有没有 1234 取三个 取三个字吧 然后先把区取出来 那这个区的话非常多对吧 所以我可以把它怎么 把它复制一下 跟刚刚一样嘛 我如果按照区 帮我产生 应该有12区吧 我希望这个后面有12区 然后每一区 都把每一区的资料 帮我把它搬到里面去的话 那怎么做 当然我可以先把这个区 贴到这边来 有没有 不过它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不然这个公式嘛 用这个 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OK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它怎么 一样移除重复 移除重复嘛 OK 啊有没有标题 有 这要打勾 哎 留下的话应该就是几个 16 所以16区的 那里面怎么会有这个淡水 板桥 这不对啊 应该12区吧 这个应该资料有误了 算了 自己把它修正一下 假设了 只有12区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哦 我希望拿刚刚的程式哦 帮我怎么样 帮我快速的再建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的话呢 其实就是类似像这个 新增工作表 三足工作表 我们按下去 可是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什么 一班二班三班 而是 这12区的话 有没有 那这要怎么做 所以哦 以后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把以前的 程式拿来当范本 其实说真的啦 如果你会改就已经够了啦 我觉得 那怎么改 第一个哦 就是这边有没有 一样 在 这一个的话你会发现 这一个是刚刚的范地 的模组的那我们如果要在这个地方写程式的话 那记得哦 是这个新的档案哦 所以请你在这边按右键 插入 模组 这个模组是for 这个 这个档案的哦 有没有 不同档案哦 记得 这可能蛮重要的 你不要放错地方 你不要都盖起来 拉过来一下 有没有 所以在这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你就拿这边的模组 刚刚这个模组哦 里面的这两个来改就好 就这个 P次新增工作表 跟P次删除工作表 把它复制一下 贴过来这边 把它贴上就好了 有没有 那不过哦 它的规则一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怎么改哦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自己改改看 其实理论上 应该如果你能够看懂 这上面的程式 你大概就是要 改哪些地方是ok的哦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 我也许你们可以 拿之前的范例 拿来变动一下好了 我这边是 这个范例是在第一个单元的 那个台北市住宅窃到点位资讯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除了说那个台北市这个范例 其实我之前还要跟各位讲那个 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有非常多 一大堆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练习题啦 所以如果你将来 假如想要找一些练习 你工作上没有类似的 不然你就是在 政府的开放平台里面 一大堆是这种东西啦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分 类 这个工作表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 直接 拿来做做这个做练习的 试一下哦 就是把那个刚刚的那两段程式哦 直接拿来改改改看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台北市的12区 自动把原来的总表把它分割成12区的分 分开来的资料 那个别哦 一个区放一个资料 一个区就放一个 一个区就放一个 然后最后再多一个删除 反正可以新增 那就可以把它删除 这样的话呢 以后你要怎么分 当然不是说只能针对区哦 以后你要针对其他的条件 没关系 你只要栏位 看你有的 你有个清单范围 你就可以按照那个清单范围 去分割你要的工作表 这样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的一通 那它的重点主要就是 筛选 我觉得筛选都蛮好用的 筛选完就抠过去 筛选完就抠过去 OK 那就可以达到快速分割资料的目的 当然将来你说老师那我要把它合并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合并其实也是一同的 只是说好像这个地方分割的需求会比较大 比如说你一个总表 你希望把它拆分成不同类型的资料 你这样做报表嘛 报表之后你要先把它分开来嘛 不同的类型的资料做不同的报表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把资料做切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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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